好 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 Gulas Yugada在花莲政大书城举办新书 爱是一条线的签书会 那么落泪分享陪父亲最后一次出游的回忆 并且表示希望有相同生命历程的人 透过这本书能够得到安慰 在爱的人都会离开你 但是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纪念他 怀念他 导读过程中Gulas速度气不成声 现场民众给予掌声并高喊加油 民进党花莲县长参选人Gulas Yotaka 日前在花莲政大书城举办新书 爱是一条线签书会 初中记录与父亲相处的点滴 并提到今年是第一次爸爸不在的父亲节 希望有相同生命历程的人 透过这本书能得到安慰 我刚刚听到Gulas在讲那个 阿美族的很骄傲的那个美善文化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办法找到自己 就是非常难过 我真是谢谢Gulas可以把这样的书 留下来让我们回去好好的去看看或想想我们的家人 那我写这本书真的是想念我的父亲 那我觉得人的死亡是难免的 可是我们要学会面对他 再爱的人都会离开你 但是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纪念他怀念他 那今年也是我第一次没有爸爸的父亲节 所以也会特别的五位杂成 可是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 那有任何有相同的生命经验的人 如果透过这本书可以得到安慰 那我也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其实回花莲就是不断的要告诉大家 我所看见的花莲可以如何被重新定义 我觉得今年的选举它会是一场运动 一场重新定义花莲的运动 我们要抛开旧的方式看花莲 因为只有你当你用新的方法来看花莲的时候 你会发现新的问题 才可以解决到对的问题 而且我们要为未来花莲 至少十年的未来打算 而不是只想赢这场选举 所以这非常重要 日前Kolask在脸书提到县长徐贞卫 在部落丰年既迟到还中断祭典 发红包做个人公关 徐贞卫在后续活动新闻稿 都低调不露出相关红包照片 或未问津等敏感字眼 针对年底选战 Kolask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 他所看到的花莲 并且用新的角度来审视花莲在地的问题 重新定义花莲 这次参选也将会是场社会运动的起点 记得蒋包眼花莲师报导